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器 飞行堡垒7 它不是一般的飞行堡垒7 配着是锐龙的3550H标压的CPU 8G内存512固态10503G的显卡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它是一个线下渠道的隐形的机器 一般的厂家都会分线上产品和线下产品 华硕也是有很多线下店的 那么线下店因为需要赚钱吧 单胎毛利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种机器就会因云而生 它的网上的报价一般是5699 那事实上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那网上的价格起什么作用 就是拖架的作用 线下用来挣钱 有很多话术和套路的办法 比如说你在网上看一个699的机器 它给你报6500 你觉得很便宜 那你现场就买了 买了以后 过程中它会告诉你这个机器 哪点哪点哪点不好 然后又发生了某些某些某些事情 或者说你用不了什么系统 或者说你这个软件用不起来 或者说它把你这个CPU的核心数限制了 让你只能用 只能看得见几个核心 那这个机器也会被它说的一无是处 语重心长的告诉你这个机器有什么不好 或者说这个机器无限的循环蓝屏 然后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打鼓了 然后看这个机器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它再来跟你旁敲侧击 告诉你这个机器确实有问题 然后说这批机器不能买 应该买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机器 这个时候你已经完全放下防备了 它说买什么就买什么了 这种机器就会出现了 然后K单就产生了 K单就是1000块钱以上 这种机器可能都不止K单 大多数人买到手就买到手了 他也觉得能用 能用就算了 他只会怪自己蠢自己笨 就算有少数人去闹了 也是小人小会一下也就打发了 实在打发不了的 那可能就伤新闻了 伤新闻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脚 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被这种状态所毁掉的 这个里面的坑话术套路非常多非常多 以后慢慢讲吧 线下产品呢 其实你像联想阿戴尔惠普啊 他们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因为盘子比较大 产品线比较长 又是全球性的这种覆盖 他们线上线下的切换就会比较灵活 比较频繁 你像小新艾尔锐龙的机器 本来是线下的机器 那结果呢在线下卖不好 被拿回到线上 拿回到线上以后立马变成爆款的机器 所以说呢 厂家会拿到这个产品去来回线上 线下去切换 你比如像这个产品 分销或者说总贷会因为价格低 然后考虑到资金 那提这个机器去完成任务 那为什么价格低呢 产品力差呗 产品力差就会导致滞销 滞销以后啊 他们是要算周转的 他们都是玩资金的 不是说吃透产品的 所以一般来说 很多分销或者总贷的人啊 他们的业务啊 一年到头是没有摸过产品 甚至于没见过产品 那这种货呢 他就会计算周转 把它给低价抛出去 他会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钱全部贴进去 甚至于再亏一点出去 把这个货给甩出去 那这个时候市场他就会出现一波低价 那分销或者总贷亏了以后怎么办呢 跟厂家业务员去哭诉 要么呢跟更高级的去哭诉 要么呢就软硬兼施 这些呢基本上都能直达天庭 而且厂家也指望他们以后继续住 而且大有可能有一些什么千丝万里的交织 你们懂的 那厂家就会给他们做什么案子呀 或者用什么名的案的方法去补他们钱 尤其呢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大家文化是一样的 也会有例外 比如说我们上月的分销 前年提回来几百台Y720这个机器 一直卖到去年没卖掉 造成了大量的滞销和亏损 有人承诺给他补 但这个人不在了 不知道是故意不在还是故意不在了 结果这个分销倒掉了 一个Q产出几万台电脑的公司 当然也不完全因为这个原因哦 总的来说这个行业到今天这个状态 其实有多种多种原因 多种多种文化的汇聚导致的 而不能单开某一个机器 为什么某些品牌爱打人爱坐牢 为什么某些品牌是社会主义谱 为什么之前总是美的联想 现在又变成中华联想 都是由这些人事文化 种种种种原因造成的 这个行业啊 其实能讲的不能讲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先开箱这个机器吧 你们看啊 这个机器它不是原封的是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不做其他版本的光影的原因 其他版本的因为种种种种原因 需要开箱 我们的原则呢 又要求是原封那其他版本的光影 我们就不能做了 这个呢 是因为需要开箱报号 总代才能拿到资源 这个呢 就不做深入讨论了啊 电视配器很轻 是这种接口120瓦长呢 大约在两米六左右 并保理清了 我们做过两期的开箱吧 应该是那外观的就不做介绍了 就这种呢 这种外观 然后呢 打开角度是这样子的 中间还是软啪啪的 键盘这边这样子 平这边是这样子 外观呢 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键盘还是比较好评的 键盘的布局也是好评的 那看机器能不能开机啊 不能 触摸板的手感呢 也还行 比较轻 很容易按压 底部的进风口啊 是非常差评的地方 小小的小缝隙缝隙 同样因为省钱右侧没有接口 背后呢 是这个样子两个出风口 左侧呢是网卡 HDMI USB AAA 三个 这电源接口 这耳机耳麦的接口 这扬声器 这扬声器 厚度呢也是比较厚的 那看一下往期视频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 机身重量是2130克还好 电视配器470克也还好 机器可以勉强的单手开合 我确定是不是因为没插电啊 需要插电才能开机 那我们现在插电 再来开一下试试看啊 可以吧 这是机器默认的壁纸 默认的分区只有一个 那把它压缩券出来一个 把麦克菲卸载掉 VG8的核显再加上10503G的一个独显 一个小螃蟹锐域的无线昂卡 然后这是一个应该是660P一个英特尔的QLC颗粒的一个一个固态硬盘 玩家国度也都是用的这种当时的这个固态硬盘 过了缓存区以后硬盘的表现就很差了 这是一块中电熊猫的45色域的120赫兹的一块屏 网卡的型号是8821内存是海力18G2666 这个核显其实挺讨厌的 它会默认分出去两机作为显存 内存是单通道18G 那96纳米倒是在AMD里面算还行的 缓存其实一直都不好 460 447 214 GPU CPU的跑分截图会放在公众号里面 核显GPU是16倍速 独显你看一下独显是8倍速 显存的位宽是96位 其实挺多机器可以去跟它很比的 比如像Y7000的有这个商务版的是10503G的 我印象中也有其他机器好像开箱过10503G的 那我把它全部罗列出来作为横向的比较 CPU单轮的跑分是768还行 国际像型的是13865分 这个跑分很糟糕 那这个显卡3万多分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也是和它这个核显有关系的 要注意啊 你们下载这个BIOS的时候 得注意它的型号是FX505DD 那并不是它这个盒子上写的什么95 这个版本的BIOS 它说是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这个完全是故左右而言它啊 好是我更新BIOS还是挺麻烦的 必须进入BIOS 然后呢 进入高级再找到它的这个这个项目 然后再来再来必须 你有一个发的32格式的这个U盘 考这个BIOS文件一线的大厂 你比如像惠普啊联想啊 都是在windows里面去刷新了 L64可以看出来是308的型号 你们也可以用L64来看FX50DD 设了全局独显 再来跑一次看看啊 好像有改善 但是跑分并不高 308跑完了CPU呢是3113分 显卡是2180分 差不多显卡呢是MX250的一倍左右的跑分 CPU呢也是高于小青锐龙的这个标压的CPU的跑分的 那一般来说呢 游戏本呢肯定是要强于轻薄本的 这很正常 居然忘了跑硬盘 这是硬盘的跑分 再跑一下CPU的30轮 这个30轮呢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性能的曲线和表现是什么样子 你们看得出来吧 其实游戏本的表现啊和这个轻薄本完全不是一码事 它最低了啊 第一轮反而是比较低的 最低是653就在第一轮产生的 后面最大值是700740 那后面会降一个台阶降一个台阶 这些并没有降到比较差的程度在711左右 中途也降了一下 然后面都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值 这就是游戏本和轻薄本的表现的差异 用格式工厂呢 剪一个10分钟的视频来试试看啊 我们试一下 现在完全用CPU去跑的 那现在正在运行的是3.35G这个频率 或者3.3G左右 之前呢我们用同样的这种环境和条件啊 去跑过S740啊等等等等 这些机器同样的这种一段视频 纯粹用CPU啊现在用17分50秒 也就是470秒 那么小新锐龙的那个机器是用了461秒 Y9000XR5呢用了344秒 S740呢用了436秒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用GPU加速来试试看啊 这边呢可以看得见CPU是不是在啊 GPU是不是在运行 用GPU加速以后啊用时1分10秒 也就是70秒 Y9000X的I5呢用是65秒 S740呢用了77秒 现在单考单考呢 16点16.8瓦 这个是看不准的 应该用MD自家的软件 但是MD自家的软件 一直下载失败 那现在频率呢是3.47G 温度呢是80度左右 这才开始 持续了14分钟 现在频率是3.28G 这个这个不对啊 13.3瓦这是不对 需要用MD的专用工具来看 但是呢下载不了 那现在温度呢是73度CPU的温度 双考才开始 现在呢温度是87度CPU 显卡的频率是1.468G CPU呢是3.34G 噪音呢64分倍左右 温度呢现在是我看一下的 GPU是72度 频率是1.455G CPU呢是86度 频率呢是3.21G 双考的表现呢基本正常吧 然后温度也不算太高 这是双考时计程发热的情况 绝地求生的设置呢 现在全部射程都是高 那那都是高 全明显示 然后现在帧数啊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是48帧 温度呢是76度 频率呢是3.69G 显卡的信息显示是不完整的 显存显示是76%占用 内存的百分之百分之八十八 跳伞时的帧数呢是39帧 51帧 这个帧数呢一般般吧 落地以后跑的帧数呢 应该是在555帧 54帧这样子 现在野地跑的帧数呢是53帧左右 我把画质射到中现在60帧 那只提高了一点点 那就不太有意义了 那画质射程高呢 现在还是在47 78帧的样子 那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画质射为高呢 现在68帧 71帧 74帧 但是 但是明显画质是比较低了 已经 我们在外面看一下 这个CPU占用率呢 在73%左右 内存占了有6.3G 可用的内存一共有7.8G 整体的表现呢 应该是能玩 但是呢 帧数一直都不高 不管怎么调帧数 其实不管是调高调低啊 帧数也都不高 这个受限呢 还是受限于这个显卡 10503G这个显卡 我好像又能捡到这个降落伞 果然果然 两个世界 现在画质是最高 帧数呢 在车库内是59帧 CPU占用很低 进入战斗以后呢 现在帧数是84帧 这是最高的画质 CPU占用呢 不高26% 那现在CPU的频率呢 是3.69G 我把画质调成高 现在帧数呢 是100 108帧 画面呢 操纵上有一点很难描述的一种 粘质感 应用联盟的设置呢 是最高 那包括抗驱时夜打开了 帧数呢 是115帧 在这里 CPU占用不高 温度也不高 频率呢 3.5G 放技能和发声战斗的时候啊 大概帧数是在80多帧这样子 就没了 不用再试了啊 摄像头的效果正常状态吧 这个键盘给我的感觉有点偏软 而且机身也偏软 乖乖的感觉 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啊 嘶 太阳 超好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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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利刺耳没有低音 分贝值比较高 这点应该跟飞行包里的其他的版本是差不多的感觉 这块屏呢120Hz其实无感 但是低色域呢也无感 没感觉到很明显的不适感啊 或者说有什么亮度偏低啊 没有 但是还是有很明显的不通透感 拆机器看一下内部啊 果然还是这个一条半的热管 两个风扇出风 里面还是无比的空旷 也是各种省钱的感觉 接口在一侧 另外一侧明明有位置 却不去做电路板 电池也可以更大 但舍不得去加 内存的是海力士 这边呢还有一个内存插槽 可以去加装 这个位置呢是2.5英寸的硬盘位 可以再加装机械硬盘 或者固态硬盘 2.5英寸的都可以 也果然是一个英特尔的660P QLC颗粒 这个硬盘啊 是华硕 基本上全系都在用的 从低端的 一直到像这种 这种价位的机器 一直到1万多的机器 都在用 整个机器内部呢 充满廉价感 那和之前开箱的玩家国度的 魔霸3plus 给人感觉是一样的 电池呢是48瓦时 要千万注意 华硕的电池啊 正常只有半年保修 你们千万去网站上注册一下 才能有一年的保修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各种一般般 各种廉价感 而且厂家默认的BIOS呢 是老的版本 没有解决问题的版本 华硕的BIOS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更新还是有难度的 但是也因为各种一般般 什么也都能用 对于线下门店的用户啊 买了也就买了 对于线下门店来说 赚了也就赚了 这种产品的门店的业务啊 有很多话数可以讲 比如说120赫兹的电竞屏啊 比如说大硬盘呀 8G内存啊 还有他这个双显卡呀 比如说华硕主板做得最好啊 他笔记本肯定也做得最好啊 等等等等各种话数 你们正常看到 网上的托价是5699 线下实体店 正常在这个价位上下一点 其实都是很容易去成交的 大多数人啊 其实对价格不会那么敏感 他觉得在他预算以内 觉得这个机器有还行 那就OK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啊 去买到两三年前机器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还有很多不能对人言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你的什么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介绍人来 你在买电脑 那你要给他留钱 那正常留钱呢 从200到500 甚至于更多都有 那你店面里面 必须要有利刃机型 那这种机器就是利刃机型 之前我们说到过的甩货啊 这个机器就在之列 以至于它的价格 丧心病狂的第一 开箱它呢 我也是想看看 它的真实表现 值不值这个价 不卖关子了 这个机器4599 机器适用于什么人群的 你们自己来衡量一下 飞行包里呢 是成本压缩再压缩的 那之前我们开箱过的 i7的和1650的这个版本啊 5000多块钱 我们就认为它是好产品 在之前呢 开箱的R7加1660Ti的这个版本 6000多块钱 我们就认为它不是好产品 那像这个机器 4000多块钱 就算它有种种缺点 那也可以忍了 定位人群呢 应该是那种英雄联盟啊 CF啊 这里游戏轻度的游戏 包括像守望先锋啊之类的 吃鸡呢 对画质和帧数 没有极高要求的人群 机器呢 双十一期间呢 我们的网店会上一点 但是呢 不能报低价 报了低价会有人买这个机器 送给厂家来投诉 那有低价 那影响了众多人的利益了 等等等等 那就会被停货 那大家呢 可以在工作号里面领一个1000块钱的券 然后就是这台机器 老规矩吧 被我们开箱过的机器 减300块钱 4599减300 就是4299 那不介意被我们使用过几个小时 那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找我们非常简单 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就会找到我们 我们的客服会告诉你 怎么去下单 最近呢 联想的产品各种缺货啊 从本周期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那联想和DIY的各种产品啊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来找我们 感谢观看